剛剛其實敬平盤點了很多 都是這一次民進黨會敗選的原因 那可是我們看到了 這個英系大將陳明文 直接就說英系不只不是戰犯 還是攻城 他說現在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不都是英系努力守下來的嗎 那當然這番言論我是大開眼界 就是現在是英系王朝就是了 那當然在這場的便當會上 你說大家沒有提出什麼檢討嗎 也未必 因為一開始聽說是 蔡英文就是讓大家都講 你覺得對這次選舉 你認為問題出在哪 其實吳思堯就說了 吳思堯說我認為這次民進黨敗選 可能跟提名制度有關係 如果一開始藉由初選提名 候選人應該會有更多的時間準備 他其實說得很委婉了 意思就是你沒收初選 可是這時候林喜耀直接說 沒有喔好不好 屏東縣有辦初選 但最後結果也遭民意海嘯波及 所以舉辦初選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楊明 這個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多個角度 就好比說今天人家看到的是你民進黨大敗 但陳明文看到的是英系守住指證現市 就是說他可以自己解讀 而這個邏輯一直都是過去這兩年來 在疫情期間民進黨只去講他們對他們有利的事情 就是說對任何一件事情比如說疫苗高端他們認為是好的國產疫苗太棒棒了 可是比如說亮哥比如說我們這個很多的我們的這個國民 他們看到的是你擋國際的疫苗 然後你用什麼樣的角度去看 所以從今天這整個檢討的狀況我來分析一下 後面的派系或說後面的一些思考 比如說無私要講這個初選機制喔 他說早一點大家可以早一點造勢啊怎麼樣怎麼樣 那是不是意在就是說他有一個弦外之音是說 總統初選要早一點 是不是說總統初選不可以沒收 不要再玩這個上面指定的這種遊戲啊 為什麼因為無私要是挺賴心得的 好其實最近提出檢討聲浪的民進黨內的黨公職 都是挺賴心得的 你會發現王世堅跟高嘉宇都是講說要換隔魁 王世堅在台北市場初選的時候是挺誰 那時候沒有初選啦 就是說在這個徵召過程他是挺林佳龍的 他沒有挺陳時中啊 他到最後來說他的靈魂是自由的有沒有 差一點要被開除黨籍 那高嘉宇他一路以來就是跟賴清德友好 2019年他坐在那個車對賴清德 這個車對上面一路掃最後一站 回到台北凱道淋得全身濕 賴清德因為這樣 我跟你講這有賴清德感動到 所以後來那個高嘉宇當選立委之後 賴清德是第一批可以到他家吃飯的人 所以我說這些都是跟賴清德有關 何志偉也是 何志偉也變成是 基本上他不是屬於所謂泛英系 那他去不管是今天講黑道 他當然目標是針對黃成國啦 那可是呢 這時候他最近有一個聲音叫李文中 退伏會副主委 過去也是這個新系裡面的這個 很嫖悍的 學運這個時代的這個政治人物 他也是直指 我們居然有黑道當我們的中常委 那他這個論述是跟何志偉很像啊 那他們這一群檢討聲浪 我覺得某種程度可以代表賴清德的 所謂的這個體系的憂慮 因為是接下來的時代 2023年開始之後 開春以後 民進黨面對總統初選 賴清德已經準備要扛這個責任 責任來他要扛了 可是我的包袱就是你們英系的這些什麼 黑道中常委 什麼三百萬 什麼飽和會槍手這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還有網軍 對 所以他們希望早一點處理 還包括林淑芬 林淑芬跟賴清德也非常好 對 所以我說像這樣的一個模式 你就可以看一下說 最近這段時間認真在檢討 都是跟賴清德有關的 不願意被檢討的都是跟英系有關的 因為他們是既得利益者 好 陳明文講出這種就是說 我自己看了是覺得有點好笑 但是他也沒講錯啊 嘉義手下來了 這個台南手下來了 這個陳其邁手下來了 但是都沒有贏得如預期 其實某種程度你說台南你只贏5% 你要說你手下來 那麼綠的地方 對 那你說屏東 屏東 如果今天真的認真要講屏東 因為林希耀說不是初選 跟初選沒關係 初選辦了這個屏東還是一樣選得不好 那個就是 周春敏 那是周春敏跟潘孟安的問題了 因為初選期間造成裂縫 造成黨內中嘉賓 跟莊瑞雄一個跑去台北幫陳時中 一個在地方也看不到人 然後呢 蘇正清直接跑到蘇清泉的旁邊 就是你的綠營 是在屏東是分崩離析的 那你潘孟安要檢討啊 雖然即便 而且我要說 包括管碧林他也去修理屏東嘛 那為什麼 因為潘孟安挺賴清德 因為你潘孟安是很挺賴清德的縣市首長啊 所以這個時間點某種程度就是一個挺賴跟挺櫻的 某種程度又開始在交鋒了啦 已經開始了 對 那這個也這個是從2019以來 民進黨的所謂的台面下鬥爭的主旋律 一直都是這樣 只是在強有力的817萬票的蔡英文 就是說主導權力之後 大部分的聲音出不來 那我這邊念一段喔 就是說這個是那個小麗媛老師 日本的這個預測最準的小麗媛老師 他講了一段說 他寫了一篇這個 等於說這次他預測完的一個心得 他說這一次選舉當中 不同意民進黨就是反民主 這樣的論述他不時聽到 他說這樣的論點就跟不愛共產黨 就等於不愛中國 是一模一樣的思考方式 如果民進黨再堅持這樣的想法 就真的會政黨輪替了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的朋友 應該要看一看小麗媛老師 一個日本的學者都看出來了 你們民進黨黨內會看不出來嗎 你們民進黨的這些人 現在還在想的都是權力欲望嗎 我昨天說的那一個英系 為什麼他希望只是把我分權給你賴清德 讓你賴清德加入我們現有的結構 因為你原本不在這個結構裡面 我分給你 然後呢我們這個結構不要改變 大家不要檢討不要認真檢討 因為我們必須要站穩現在的 這個利益結構 英系才不會垮 因為英系永遠不可能變德系 就這麼簡單 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 心裡面都把你們 那個叫什麼 記住住 2019年是 每一個都有筆記本 那個2019年哪一個修理我的 哪一個不聽我的 哪一個怎麼樣罵我的 怎麼樣說我是今孫的 通通都有記錄 你覺得 大家還記得那個總統府流出的密件嗎 誰負責什麼在網路上 誰負責什麼在哪裡帶風向有沒有 這些名單賴清德都記在心裡 到時候等到有一些 是賴清德要選中總統的時候 這些人賴清德敢用嗎 他一用了不就變成高鴻安嗎 就是隨時他的身邊就有人在背刺他嘛 所以我說賴清德他非常清楚 而這些人 問題是這些人 當他沒有了蔡英文的避孕之後 沒有了英系這樣的一個利益結構之後 他們能做什麼 他們能做什麼 所以我說現在就是一個 利益結構的鬥爭 那如果賴清德能打破這個利益結構 當然民進黨有可能進步 如果還是賴清德就最後是妥協 我跟他們共存共榮 那我覺得相對來講 對執政黨2024來講不一定是好事 因為很多的包袱 剛剛講了網軍設議 這些什麼陳明文的這些問題 那館長到時候就每天開直播 每天罵 那都如影隨形 對你這些問題不解決 你的包袱會一路延續到2024的 那為什麼你看像林錫耀講到網軍撤議 他不敢檢討 他說他不是我們正規的 不是主要的啦 就帶過 輕輕帶過 可是沒有人去檢討說 你看就像林淑芬說的 到底是誰是這些匿名粉磚 匿名網軍的幕後黑手 是誰下命令的 為什麼會有人害怕 林淑芬為什麼要發這篇文章 因為立委馬上要初選 林淑芬 高嘉瑜 何志偉 接下來都要面臨可能黨內同志的挑戰 而到時這些網軍撤議就是負責對付他們的 他們會有一種心裡面會有一種焦慮 因為他身邊沒有啊 他沒有網軍撤議 到時候網路上風向就帶說 哎呀這個人什麼不愛民進黨 忠誠度低我們要把他修理掉 這些人會害怕 賴清德也會害怕 賴清德也會害怕 這些人可是 英系也好像說掌握網軍撤議的派系 永遠不可能放掉 為什麼 因為我只要有一天 我只要掌握這些人 我可以指援他們 指揮他們 去攻擊跟我意見不同的人 這就是權力的魔戒 這就是言論自由的魔戒 他們這群人太好用了 殺人於無形 所以這種寫低止式的網軍撤議 當然這個誰都愛啊 然後完全不用負責 出事了推給撤議啊 你看現在都說是網軍撤議 沒名沒姓的 難道民進黨沒有人去指揮嗎 難道民進黨沒有人掌握嗎 沒有人知道嗎 少來了 少騙了 但是他們現在切割了一乾二斤 這就是這種工具好用的地方 然後每一個現在網軍撤議都說 哇 我是義勇軍 我很棒 我是義勇軍 我是志願要來幫民進黨澄清的 因為你們正規軍打太爛了 民進黨各位朋友啊 你們被網軍撤議這樣羞辱 你們還有 就有臉嗎 你們是政治從業 多少年的這些政治幕僚 你們被這樣的網軍打臉說 你們正規軍沒用 然後甚至他們還揚言說 好 嘉義市長這個選舉 不幫了 我們從此退出 就讓什麼林淑芬 高嘉瑜 何志偉他們去打 欸 他們在跟你叫板 是啊 他們網軍撤議 完全沒有在怕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 民進黨已經仰賴他們 依賴他們到 那個叫鴉片 那個叫民進黨的鴉片 已經吸到你必須 沒有他們 你沒有辦法活的那種感覺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 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購 還有這邊有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氣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